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净收眼底 冻结成永恒 好让我随时方便享用 忽然 在这秀丽的山河 草原和树林前 我为自己的庸俗感到可笑 又觉得可憎 唉 这般蛇吞象的心态 要欣赏眼前美景 真的太难 只怕积极盈盈的心念 会错失掉一切 在这静谧的清晨 白露丝群聚在河的两岸 时而漫步草原上 时而展翅滑翔在河面上 河水映照其优雅身影 平静 自若 十分惬意 河堤沿岸的树丛 欢喜得伸出臂膀 把新叶果实送到我眼前 这些大树 从来不这么放低姿态 要不是自己站在河堤上的话 沉稀为路中 细看千万片叶末的纹理 竟没有两叶是完全相同的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随处可见 把视线从层层叠叠的远山拉回 看着溪水奔流向前 不含蓄也不张狂 水流自然又畅快 终于 我让自己不去想它的源头 也不探究它的终点 只是单纯地看着它 坐在优秘小镜旁的石头上 一阵凉风吹拂 沁人心脾 我这才想起 从小到大 内心深处可求的 就是坐下来 静静地吹吹风 这果真是一条可以安顿心灵的合体 我现在静静地和我的狗一同走在上面 小白依旧不时狂奔在大草原上 皮皮自得其乐地冬袖西文 它不时停下来 看看远方 偶尔抬头望望 湛蓝的天空 而此刻的我 有一份安逝 简单地享受 清风吹拂 这样就好 我为您给你决定吧 我为您能否赦藏 immend Bar